一个诊所自然有人愿意开给你 对,不过只要确定一下什么叫失眠 有人就是我一天睡不好它也叫失眠 有人常常做梦那也叫失眠 那其实我是看过医生的 你必须要有一段时间 就是你每天都睡不着了 你都整来整一样 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翻来翻去 然后一点看,两点看,两点看,三点看,三点看,四点看 看到五点六点都睡不着 这才是失眠 要回到失眠的症状 其实它主要是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入睡困难 就是你再怎么样晚上躺下去 你就是睡不着 数羊数到一百万只你都睡不着 一百万只 对,大家数不到 你自己就忘记要从头数 你都睡不着 这种就是入睡困难型的失眠 然后第二种是 你没有办法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睡眠 你就是会半夜一直会醒来 然后醒来之后 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内 你都没有办法继续睡觉 这就是半途这种无法维持比较长的睡眠 第三个 第三种睡眠就是比预期的时间早醒来 例如说我闹钟条六点 我打算六点醒来 或者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四点三点就醒来 而且半个小时以内就没有办法再睡了 这样就是失眠的状态 但是郁芬姐刚提到的这种失眠 那是更长期的失眠 基本上我觉得失眠这件事情 医生都说 其实你把它当成一个脑子感冒了 这件事情 那我们每个人感冒其实都要吃药 对不对 但是你吃药都是吃一小段时间 感冒好了你就不用吃了 那其实失眠这件事也是一样 如果是短期失眠的话 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像是我们工作压力大 隔天要简报 或者是要面试 要考试 或者是家庭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压力的时候 确实很容易失眠 那这样子的短期失眠 其实是可以靠一些 不管是靠药物 或者是靠一些其他的方式 短期把它度过去 等到我们那个失眠的原因过了之后 睡眠自然就会回来了 但是如果到了 比如说你到三个月 你还一直持续下去 那就是一种长期的失眠 对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下 这个小测验 看大家睡眠的尝试 对不对 三题 像我这个这么有经验的人 我还答错两题 问题还蛮多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跟大家讨论 好我们跟康健杂志的主编 林慧淳 慧淳来聊一聊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睡好觉 睡好觉 大家都很像中乐透一样 那你隔天又有好的心情 又有好的精神 那我们来看一下失眠的小测验 如果你需要牺牲睡眠来完成工作 哪一种选择比较好 一 熬夜 把工作完成以后再睡 二 按时入睡 隔天早点起来做事 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框架下面 都会选择标准答案 什么标准答案 就是按时入睡 可是我跟你讲 以我的个性 我一定会熬夜 把工作做完再睡 对很多人我相信都是这样 因为你会觉得 就是有一件事还没做完 你就会觉得心里带一件事 可能睡不着那种感觉 对对 但是当然这不是标准答案 应该是说对你的睡眠习惯 比较好的做法 应该还是先睡觉 隔天你就调闹钟 早点起床 因为这样你的身体时钟 才不会乱掉 因为你身体时钟乱掉之后 就会影响到下一天 隔天的生活 那变成你隔天 就比如说早上爬不起来 或者是晚上没有办法睡觉 就是要得要更晚才会睡觉 这样 对 所以比较好的做法 应该是清晨起来做事 好 那加班结束 回家途中感到疲惫 哪一种选择比较好 一在公车上先小睡一会儿 二撑到回家再晚点睡 我跟你讲 我一定会在公车上睡 我最喜欢在车上睡 一摇我就睡了 其实真的在公车上很好睡 对 但是我们这边要提醒的是 如果你是那种 本来就是会有一些 睡眠问题的人 你晚上如果在公车 回家的路上 你在公车先睡了 你回家就会比较难睡 因为你把那个 睡眠的那个quota用掉了 也有人说不要睡午觉 因为你睡了午觉以后 你晚上也很难睡 对 如果真的是那种 对 如果真的是那种状况的话 确实是会 请你说 白天清醒的时间长一点 这样你的睡眠债 可以累积长一点 到晚上就可以早点入睡 这个确实也是有 那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研究 是研究说睡午觉 可以让你下午的专注力更好 然后工作更有效率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睡午觉 但是尽量睡半个小时以内 不要太久 对 让你脑袋 让你的睡眠 还没有到深层睡眠的状况 他就不会吃到你晚上睡觉的时间 好 失眠了 隔天有重要会议 必须要赶快睡 你会怎么选择 一 喝酒 二 吞克安眠药 这感觉起来都是很讨厌的答案 感觉起来都很讨厌 这样NCC会罚我 对于睡眠的状态比较好的 其实还是建议 虽然我们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封面的标题叫做 不吃药也能好好睡 但是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 两害相全取其亲 还是请你吞一颗安眠药吧 对 因为啊 虽然喝酒确实会有帮助入睡的效果 但是他后续的睡眠是非常差的 他的中间很容易醒来 然后他会缺少后面这个稳定的深睡期 那就变成对于你的睡眠状态很不好 你这样隔天起来之后 反而会精神很不好 因为你没有睡够 那安眠药 但是这里要提醒 这个安眠药绝对不是跟人家乱拿的安眠药 绝对是要那个处方的 就是有医生帮您监控说 你需要的量 还有需要的种类 因为安眠药其实有非常多种 有非常多种啊 因为我对我过去有长期服过 所以其实有一种是叫导入型的 可以让你能够睡觉的 有一种是能够让你深层睡眠 能够睡比较久 所以医生会看你的状况 短期的中长期 反正很多种就对 所以在医生的监控之下 推一颗安眠药 就是偶尔吃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 这次我觉得很好玩的 是有两个部分 待会请慧纯跟我们谈一谈 第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些专家 他们是心理学或是医生 那他们是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能够睡好觉的 有一个人讲得很好笑 他说他看购物频道也可以睡觉 那我们听众朋友很好笑 他说你就看一本书吧 看两页你就想睡了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所以有没有一些 你觉得不错的方法 或者有一些这个 还有你们有一部分是讲 就是有一些随身小物 也能够帮你能够睡觉的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提那个专家的部分 其实我给他们的命题是说 如果你自己睡不着的话 因为睡眠专家 他们虽然在专业上 有非常强大的知识 但是他们毕竟也是人 所以随时他们自己也会面临 睡不好的状况 那他们自己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购物频道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 所以老师后来有 非常郑重的告诉我说 我没有请大家要去看购物频道 我也没有说这个是 会让我非常好睡的方式 这只是他的习惯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睡不好的话 他会他还是重要的 他还是会做一些深层呼吸 但是他真的很无聊 那睡不好要走出去要干嘛呢 就像韵芬姐刚提到说 睡着之后 就是应该说躺在床上 睡不着不能继续躺 必须要起来 马上起来 对对对 因为大概20分钟啦 其实就跟大家说 就是20分钟 如果你真的睡不着的话 你就不要在那边继续数羊了 因为你就是起来 对对 你会越来越睡不着 而且以后啊 这个床对你来讲 就是睡不着的地方 所以就会变成 像我们这次也有失眠的 这个受访者 他就跟我说 他每天到床上 就算工作很累很累 但是一躺上床就清醒 睡不好 但是呢 他老公帮他在外面 旁边啦 卧室旁边买了一个贵妃椅 然后他就起身 到贵妃椅上 咚就睡着了 所以他 他是对床有一种恐惧 就是有一种焦虑 所以变成 床对他来讲 是不好的连结 所以才会告诉大家说 如果睡不着 绝对不要继续躺在床上 你就赶快起来 做一些别的事情 做一些放松的啊 呼吸啊 或者是你去看一些 真的无聊的书 现在我们这次专家 就有跟我们提说 有一个专家是 中原大学的心理系的 助理教授 詹教授 他就跟我们说 他会去看推理小说 那我就跟他说 你去看推理小说 不是会更亢奋吗 他说他会去看短篇的小说 因为他这样可以很快就告一个段落 然后心情就放松 他主要是放松 然后心情放松 告一个段落 他就觉得满意了 然后就去睡觉 然后另外一位 高一大的蔡教授 他是跟我们说 他也会看小说 但是他会看 看过的小说 就是因为小说 他已经看过了嘛 所以他不会随着这个剧情 非常有非常大的起伏 或者是有非常大的震撼 或者是有一些期待 但是本身小说又是好看的 所以他可以完全抛掉他 比如说白天上课 或者是什么 做其他的事情 去专注在那个小说 但是那个小说 又不会让他太亢奋 这样可以帮他睡着 我一定不敢看小说 我也不敢追剧 因为欲八分啊 追剧真的不行 追剧真的不行 像那个长根的心理师 他就跟我们说 其实现代人啊 他发现有一种状况 就是说有一种失眠的状况 是自己舍不得睡 因为现在网路上 很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姐熬的不是夜 熬的是自由 他整天工作下来 或者是有很多的妈妈 她是全职妇女 所以小孩睡了 才是自己时间啊 他只有半夜有空去追剧啊 对啊 所以他就变成 他的生理时钟 就一直往后延 然后就整个打乱 就变成他很容易就失眠 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 隔天又没精神 所以他这个 也是提醒大家 那个生活作息上 要调节一下 不要用半夜的时间 去追剧 追剧真的是很伤 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人讲说 去运动吧 他能够让你好好睡 这是真的 但是睡前绝对不要激烈运动 对对对 然后有人说把空气清净机开起来就觉得很好睡 可能他觉得环境是舒服的 对而且空气清净器确实会让那个空气比较好 而且而且对空气好 它本身比较不会有比如说有些过敏的状态 有些人会过敏啊 就会害你那个一直爬起来 或者是说鼻塞啊这种的状况 空气清净机还有一种就是电扇 像我们有提到说电扇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一则是它可以让温度变低 其实最适合卧室的温度大概是18 9度左右 就降低温 第二个就是白噪音 就是电扇会发出那个毫无意义的那种低频 然后就会让你 比较容易入睡 真的啊 好 当然来跟我们讲讲这些好物啊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两点继续回来谈 好 这里是阿莱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一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康建杂志的主编林慧淳 我们跟慧淳聊到这次康建杂志的这个封面 让我吓一跳 台湾真的是美丽之岛 台湾也是科技之岛 但台湾也是失眠之岛 吃安眠药亚洲第一名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 好好的睡觉 不要靠音乐 药物也能够一夜的好眠啊 那刚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一夜好眠的正确的好习惯要先养成 然后让我们喜欢到床部上 觉得上去就是要睡觉的 就是放松的 那有一些那个助眠小物 我觉得也也蛮有趣的 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哎 不过我们脸书上面有人问啊 就是说他睡得很好 他说只要他儿子不要给他烦恼 恭喜恭喜 对对对 但是他说说比方说闹钟 定这个七点钟 可能六点就醒了 然后可能睡睡停停 睡睡停停的 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他们叫浅眠啊 浅眠也算是失眠的一种吗 是 其实啊 有些人是浅眠 但是他其实没有到失眠的状况 因为他整体来说他睡的还是够的 那六点起床可能是因为他已经睡够了 所以他就起床 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时间没有差太多 倒是应该是还好 而且重点是他没有造成你隔天的精神不好 或者是你隔天正常的生活没办法过 像是我们医生就有常说他门诊常会碰到有些人 他来他都说我觉得我整个晚上都睡不好 我都没有在睡觉 但是他去做那个睡眠的 他去睡眠中心做那个睡眠检测 结果发现他其实是有睡 而且是睡得还不错 只是自己一直觉得没有睡好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有可能有些人会是这种状况 就是你自己可能一直觉得自己前面或睡不好 但是其实你是有睡好的 那如果真的要知道确切的状况 可能真的要去睡眠中心做一些检测 你大概就会知道你整个深睡熟睡 还有一些浅睡的一些状态 然后你大概过多久会睡着 然后你过程当中有没有一直的断断续续的醒来 因为有的时候断断续续的醒来 可能会是你身上的一些状况 疾病的一些状况 像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像很多人会打寒嘛 然后他拱一下 然后中间大概就有十秒钟都没有呼吸 啊对 就停了 我想说是怎样啊 对中间就十秒钟 然后后来你就觉得 哦这个人要没气了 对 然后他就开始继续呼吸 对因为中间这停的这十秒 就是身体在叫他起来 所以他虽然意识是没有醒的 但是他身体其实已经从 maybe他那时候已经到熟睡期了 但是他又把它拉起来 就是身体叫你醒的时候你没有呼吸了 对对就是提醒你赶快赶快要醒来要醒来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 就是如果是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这些人 他比较容易中间就半途会醒来 或者是会常会觉得睡起来有点累 就睡完还是觉得没有睡得很好的感觉 他就是因为其实身体一直在被唤醒 他没有真的在睡觉 但是如果真的要了解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一群 可能就是真的要去就医 哦好这个很重要啊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小物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耶 真的很有意思啊 其实我刚才在跟慧纯聊啊 就是说以我自己来讲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干嘛要放个笔记本啊 我真的有耶 因为我觉得放了笔记本之后呢 我真的就能够安心睡觉 因为我以前常常想说明天的工作或什么 我明天想要跟听众讲什么 那我若不把它写下来 那我怕我会忘记 心里就一直记罐子啊 于是我就把它放在我这个床头 然后我就拿一支笔乱乱写 我好像给费用看过嘛 我吴志天说我根本看不懂 对费用看过 看不到我自己也看不懂 自己也看不懂 可是我至少可以安心睡觉了 没错没错 他有的时候笔记本可能有些作用 第一个就是像您刚刚提到说 把想到的东西丢上去 你自己会放心 第二个它有可能是一种仪式的作用 有些人把它当成睡前仪式 那其实睡前仪式 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睡前仪式 那有些人睡前仪式 可能是泡一杯什么样的茶 泡一杯什么样的茶饮 有些人睡前仪式是去洗个澡 或者是运动 或者是去做一些深呼吸 睡前的仪式 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睡前仪式 那有些人睡前仪式是 比如说他像史努比里面 不是有一个人 他是抱着那个小坦坦 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对他来讲好有疗愈的意义 他只要那个东西一掉了 他就很焦虑很焦虑 小朋友都是 对 那像这种人 他就是长大如果那个东西掉 他就是会睡不好的 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一个睡眠仪式 然后有一个让自己很有信任感的这个东西 在身边 这样这个人就会睡得比较好 像笔记本可能对孕芬姐来讲 就是一个睡眠仪式的非常重要 真的耶 然后你刚刚讲就是那个电风扇嘛 他会发出一种很固定 对对对 就低频的这种白噪音 而且他那个就是温度会降低 那像我们这个蔡教授 高雄的蔡教授 讲好像什么来宾 他是高一大的蔡宇泽教授 他说他连夏天的时候 不然冬天的时候都会开电扇 就是因为他那个有低频的这个声音 对而且这蛮蛮奇怪的 温度要到十八九度 其实真的很低 就是你真的开电扇是没问题 就是可以达到这么低 好还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那个 我每次都请大家睡前 一定要把手机关起来 或者是移出卧室之外 但是每个人一看到这句话 就把网页关掉 或者是把书合起来 把他丢掉 然后说怎么可能 现代人怎么可能把手机关掉呢 万一有重要事怎么办 对或者是说 像废荣姐把他当闹钟这样 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很重要 而且有些人真的半夜会 很想要拿起来看 就会焦虑 会觉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 或者是叮咚突然又来一些什么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 可能会对你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看手机的时候 戴墨镜 对那这个确实是有科学根据的 因为这是根据国外的研究 他们是研究比较容易睡不好的人 来去做研究 发现有戴墨镜 看手机 跟没有戴墨镜 他可以多睡半个小时 表示说一方面他 是不是因为手机的蓝光蛮 对他研究的就是琥珀色的眼睛 那就是黄色橘色 左右这个颜色的眼睛 他第一个可以挡蓝光 第二个他就是可以降低 那个整个亮度嘛 对 所以基本上 现在很多人的手机上 也有那个抗蓝光的模式 有些手机有 那其实到晚上都建议把它调 调成这个抗蓝光模式 它的荧幕会有一点点黄黄的 对不对 因为它就是用黄的光 去把那个蓝光综合掉 那这样子可以避免这个蓝光 跑到脑子里面去促进那个脑子的一些荷尔蒙的分泌 让它比较难睡 对 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 如果可以不要用 那还是不要用 对啦 毕竟手机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你亢奋 很刺激的东西 就算不是因为那个蓝光 不是因为那个光线 你还是会对那个内容产生一些影响 就是它会让你想一些别的事情啊 或者忍不住滑个手机滑过去 就两个小时了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会觉得 我自己没看那么久啊 但是其实一看就看了两三个小时了 对 好 那有人就是会穿袜子啦 会穿什么的 那看个人习惯啦 对 袜子真的是 因为它会让你的核心体温下降 那核心体温下降的状况之下 就是会比较好 所以那这也是国外的研究 那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穿袜子 有的人不喜欢 我不喜欢 我穿袜子 我大概就睡不着了 就觉得脚热热 对 对 有些人可以 然后再来是耳塞 耳塞就是 你旁边如果打呼的人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怕有那个旁边有那种 突然的声响会影响到 耳塞 对 耳塞也是一种 让你完全保持在一个 安静的环境里面 对 那这也是要看人啦 然后还有一个是 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的是 透气的宽板胶带 把嘴巴封起来 啊 是 这是杨定一博士的一个理由 把嘴巴封起来 对 因为他说现代人很容易 在晚上不自觉的用嘴巴呼吸 会引发压力反应 然后就会让你睡很不好 然后更容易 那如果我鼻塞呢 我又把鼻 把嘴巴封 前提是你不是因为鼻塞 这样我鼻塞 鼻塞当然不行啊 对 我蛮常容易鼻塞 我就不太敢用这个方式 戴口罩行吗 一定要用这个胶带把它封 但是因为你口罩 你嘴巴还是会打开 对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那是可能试个一两天 觉得感觉怎么样 这样可以继续试 那当然久了之后你就会习惯 嘴巴是闭起来的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 哎呦 我看到有人睡觉的时候 嘴巴开开的 其实他们醒了以后 他们口会非常的渴 会非常的干 对 而且很容易起来 因为你 你真的口干舌燥 很容易半夜就 喉咙很干 就咳嗽啊 什么就会爬起来 对 好 有人说床头放一本经济学概论 看一行就有效 好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睡好觉 养成好的睡眠习惯 今天非常谢谢 康健杂志的主编 林慧纯跟大家做这样完整的一个分享了 谢谢慧纯 谢谢 谢谢